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国学心旅》。今天要分享的是,这几种人,大多人品很差,不值得深交,遇到了要绕着走。点个订阅,共同感悟。 若是一个人,人品不好,你和他交往,多半要吃亏,感情经不住考验,但是,人品不好的人,往往会掩藏得很深,假惺惺当老好人。俗话说,日久见人心,路遥知马力。如果你遇到人品不好的人,交往一段时间就知道了,他的言行中,总是会露出马脚,人品有问题的人,常有这几种表现,千万不要深交。 记过忘恩的人,他落魄的时候,就会摇尾起怜,但是你帮他一把,日后他重新站起来了,真的东山再起了,就不会讲情面了,而是找一些理由,把你的恩惠统统忘掉。 更可恶的是,他恩将仇报,拿着你给的东西,还要来埋怨你,比方说,他身无分文,你给他钱,让他吃饭,但过后他吃饱了,还觉得你太小气,给钱太少。 到处宣传你的坏话,制造谣言,倒打一耙的人,是典型的人品不好,没有良心,做人心胸狭隘,身边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少,甚至。 人人得而诸之,如同过街老鼠一般,做人难为人更难,世事为了对方着想,有难处处相帮,到最后你的好成了理所当然,一旦不好,就是天理难容。 这就是这些人的内心所想,当你的好成为了习惯时,就会变成了理所当然,眼里容不下一粒尘埃,心里只有你的优点,容不下你的缺点,可以同甘,不可以共苦。 这样的人,你帮他百次不捡,一次不帮就记恨,有些人,总觉得别人对他好,是应该的事,是理所当然的事,不但不计好处,反而你一次不帮他。 甚至因为你的无心之失,不小心得罪他,他就会一直责怪你,并且,把你的这次失误,当成是十恶不赦的事,找机会打击你,报复你。 这样的人,敬而远之,你永远暖不热他的心。 债主事的人,有些人交朋友,就想放高利贷,他送给你一滴水的恩惠,恨不得你用一条大河来回报他。 他给你的,永远是本钱,你给他的,永远是利息,一旦欠了这种人一个人情,还他多少也清不了账,十年八年之后,他还挂在嘴边唠叨,他从你这里得到了多少,他却全部记得了。 所以,这种人不宜深交,万一你欠了这种人一个人情,要赶紧清账,而且郑重声明是还他上次的人情。 如何识别债主事的人呢?这种人往往表面,装得很豪爽,老实宣称,自己如何如何讲一气,帮过谁谁谁的忙,从不认为自己亏欠别人什么。 他们还经常发这种牢骚,如果不是我,那小子哪有今天? 好像别人打出天下,要分给他半笔江山财和道理。 所以,你若欠了这种人一个人情,不及时还清的话,日后不损利益,也损名声。 所以说,我们尽量不要欠别人的人情。 特别是那种心怀恶意的施恩者,千万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,受人滴水之恩。 当永泉相报这句话,害了多少知道感恩的人,又成全了多少图谋不轨的施恩者。 当施恩者贪得无厌,令你卑微如尘,失去自我时,要果断放弃感恩的病态心理。 感恩,只是感念别人对我们的恩情,回报也要适可而止,千万不要因此沦为施恩者操控的皮影。 而要求别人不停回报的施恩者,比坏人更可恶,他们把人性的恶意发挥得淋漓尽致,真正的恩人是从不会以恩人自居的。 他们不会记得自己曾施恩过谁,因为他所有善意的行为都是理所当然的,不需要谁回报的。 而那些给你一滴水,却要你回报一片海的人,根本就不是恩人。 因为他们在做一场丑恶的交易,把你玩弄于股掌之上。 出卖感情的人 出卖感情的人,除了他那张善于自我表白的嘴和他自称的交情外,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欣赏的东西。 他想要你帮忙,恨不得你送佛送道西。 你想要他帮忙,稍微麻烦一点就借骨推脱,一旦他忽然答应帮你一个大忙。 往往是出卖你的开始。 这种人一般是酒楼朋友,好像关系很亲密似的。 但是,你只要回忆一下平日与利益有关的事,是有八九,是他用交情换你的利益。 对这种人,也不宜深交,应该疏远一点。 尤其不能将关系到重要利益的事托付给他,也不要将重要朋友介绍给他。 因为他的交情是靠不住的,他对于侵占你的利益,欺骗你的感情,虽然可能觉得有点不应该,但绝不是不可以。 你如果想试试他,不妨假称自己到了梅,向他告诫一万元,那么他即使有一百万,也不一定借给你。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宁肯一个人逛街,一个人吃火锅,一个人独饮,也不愿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维护一段友情。 因为友情是三种最珍贵的情感中最脆弱,最势力和最缺少保障的一种关系。 所以人们都选择了默然置之,现实生活中肝胆相照,两肋插刀的朋友确实是存在的,但却很少被人们所拥有。 这样的朋友只适合在影视剧中出现。 首先,现实没有培育这种真挚友情的温床,因为人都是两好哥一好,而两个好人是很难碰到一起的。 只要有一个人心怀鬼胎,那另一个人就会收获人性中的恶意。 这样的友情迟早会夭折。 其次就是,人们通过对各种信息的吸收和利用都深谙人性的善与恶,明白人心并不能换回人心,人性的险恶是始料不及的。 就像《东野归吾》的小说《恶意》里的爷爷口修,对日高邦宴所做的一切令人毛骨悚然,这种恶意却是来自朋友之间,有奶便是娘的人。 莱蒙特说,世界上的一切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矩秩序,各就各位,规矩看不见摸不着。 却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命运,做人有规矩才不乱了秩序,做事有原则才能成方圆, 人这一辈子只有守得住规矩的人,才值得你深交。 孟子说,君子有所为,有所不为,守规矩的人,心中有底线,骨子里有气节,明白什么能做,什么不能做,而没底线的人。 朋友对他们来说,不值一提,唯一能打动他们的只有利益,碰到这种人,一定要静而远之,该远离就远离,该翻脸就翻脸。 看过一则预言故事,狐狸和驴子相约一起合伙打猎,路上却碰到了狮子。 狐狸见情况不妙,立即跑到狮子面前,许诺把驴子交给他,只要能保全自己,狮子欣然答应。 然后狐狸把驴子诱骗到了一个陷阱里,此时,狮子觉得驴子已经是囊中之物,于是忽然抱起把狐狸吃了,然后再慢悠悠地去吃驴子。 可见,心中没有底线,既会坑害别人,也会断送了自己,寒妃子,有言,悬横而知平,设规而知远。 规矩,就是每个人心中不可或缺的原则和底线,是人生之耻,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底线,生出阴险狡诈之心,做出伤天害理之事。 在聪明,也是和动物无异,无愧于天,无愧于地,坦荡清白,心存底线的人,才最值得我们相交。 没有分寸感的人。 周国平说,分寸感是成熟的标志,一个人之分寸,懂进退,会让人舒服,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。 而没有分寸感的人,不懂得换位思考,不能体谅他人的处境和心情。 三毛曾在《稻草人手记》里写了他的一段往事,他在留学前被母亲叮嘱,出门在外要友善,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。 于是,三毛将自己的脾气瘦起来,热心帮助摄友整理床破。 主动打扫卫生,起初摄友们都很感谢,直到后来,三毛因为身体不舒服,没有收拾屋子,摄友看到很是不开心,甚至开始训斥三毛,还被变本加厉,指使他干活。 而当三毛遭受诬陷,却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,此时,他才幡然醒悟,不再掏心掏肺,就像三毛自己说的那样。 朋友之间,分寸不可差失,好的关系要有边界感,亲密有见,才能久处不厌。 毕竟,人与人相处,最忌讳的就是没有分寸,成熟的人往往都懂得,行有止,言有戒,是有度。 没有德性的人,有句话说德好,德者财之主。 财者德之奴,为人处事,要以德行为先,德为主,财为辅,做人德行端正,内心善良,就是最硬的实力。 反之,轻德性的人,今天缺个脚,明天裂道缝,根本走不长远。 平凡的世界里的村支书填福堂,从一名小小的长弓伸到村里的一把手,不得不说是双水村低能人。 但是再好的能力和手腕,也败在了无德无品的人格上,村里大汉,他不想办法解决,反而煽动大家去凿坝偷水,水没偷到,反而淹死了村民,他便装定逃避责任,他看不上你腿子绍安和有工作的女儿谈恋爱。 就设计让绍安身败名裂,最后,田福堂在村民的眼里,毫无威信可言,成了村里一个可有可无的老头子。 古人常说,小胜靠智,大胜靠德,德行,才是一个人行稳致远的根本,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,却往往没有好下场,离他们远点,少点算计,多点坦诚,才是真正的远见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